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是同意政府將2021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政府今日已經向立法會 提交了條例草案的參考資料摘要 條例草案將於7月9日刊憲 並於7月14日在立法會進行手動 如果條例草案在這個立法年度 是獲得立法會通過 預期劏房租務管制最快可於今年年尾 或者是明年初落實的 我們現時建議制定的劏房租務管制框架 主要包括 一、強制規定業主與租客 是簽訂列明雙方權利和責任的 書面租任協議 第二是為劏房的租客 提供為期四年的租住權保障 第三是限制逐租時的租金加幅 規定需要參照 差在物業股價署 所有類別私人住宅 物業租金指數的變動 並以15個百分點為上限 第四是禁止劏房業主 向租客濫收水電費等等 我們相信現時建議的租務管制框架 是可以達至為劏房租客 提供合理保障的政策目標 特別是能夠為他們提供租住權保障 避免他們被業主濫收水電費 以及避免他們在續租時被任意嫁租 有關的管制框架 亦顧及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